大家好,我叫洛超,今年30岁,来自陕西 是西安反弹蹦床公园教学总监 来到节目组,是为了推广大众蹦床健身 听说,有一个小将要挑战我 今天就来看看他的实力 跨时代战术,我来了 大家好,我叫王林文群 来自陕西陕潮,就是蹦床队 今年我10岁了 今天有一位很厉害的大哥来到节目上 今天我要向他发起挑战 跨时代战术,我来了 来,有请我们的两位选手登场 有请两位 玩蹦床的人腿形和气质都跟我们不太一样 尤其是小将眼神比较呆猛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天天练蹦床 所以就是经常处在云端 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小将先来吧 大家好,我叫林远群 来自三十岁长治市 蹦床队,今年我10岁了 10岁了,练习蹦床几年了? 2年 为什么要练蹦床? 因为蹦床好玩,可以飞来飞去 好,老江,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洛超 来自西安反弹蹦床公园 西安店,从事教学总监工作 今年三十岁 之前听说过有一段职业运动员的生涯,对吗? 是,以前我是2000年到2007年 就是从事的蹦床运动 是在省队 对,是在省队 老江跟我们分享三点 练习蹦床对人的好处 第一点 第一点 身体控制能力 第二点 第二点 腰腹力量 第四点 腿部力量 不是第三点吗? 腿部力量 您这次来我们节目的目的是? 这次主要是来我们推广一下 我们大众蹦床健身 因为蹦床运动的话 对我们小朋友 就是我们从四岁就可以练 对感筒训练有一定好处 什么叫感筒? 感捅 感觉统合 就是我们在跳在空中 大脑要支配我们的身体 做一些动作 但是又是在无地面 就是无支撑的情况 在空中做出一个 大脑是总指挥啊 肯定是要支配我们的身体 规矩地做任何动作 然后回到原位 是 我个人感觉啊 因为我刚才在上面蹦了半个小时 我觉得 赶上来蹦的孩子 基本上就是完成了自我挑战 自我突破 因为真的得需要勇气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环节了 小焱要不你先来好不好? 好 带来什么样的绝活? 基本功 小焱要不你 因为你只能够 知道你在说不动作 在说不动作 你只能确定 我试死了 我在想要下等 走快乐 посlocutor 你要你的 你不能在说我 一路那个 给你 做些什么 你还能不能够 做些什么 让你 让你 说不 i can 小匠的表现真可爱 你想我有个小问题 我开场的时候 我不是一直自己在玩 在蹦吗 我有两次是脸先着地的 一般不会脸硬着地 但是我的确着了两次 两次 我现在也是懵懵的